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会议解说 随着哈尔科夫战事日益激烈 上个月乌克兰的平民伤亡数量达到一年来的最大值 6月中旬瑞士将要举办和平峰会 局势非但没有缓和 反而更加激烈 可以想象和平仍有很长的距离 正所谓百里风烟起 卧野变荒地 战火两年半 声明苦无忌 本张比斯的主代办是来自韩国的黄汛局 当年是六方会谈的韩方团长 也算和中国颇有渊源 这也是韩国时隔十年历史上第二次出任安理会 轮值主席国 一上来先搞乌克兰 有点针对俄罗斯的意思 今天欧盟和许多欧洲国家都要求出席会议表态 包括瑞典 莫兰 拉脱比亚 罗马尼亚等等 算是来开批斗大会了 乔伊斯姆苏亚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最高级的团伙头目是秘书长 现在是国特雷斯 二把手是常任副秘书长DSG 现在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阿米纳姐 穆罕默德 完了之后就是一大堆USG 普通的副秘书长 中国的李军华就是这个级别 再往下是ASG 助理秘书长 那么这位助理秘书长来自坦桑尼亚 最早学的是卫生物和免疫学 后来以公共卫生专家的身份在国际组织出道 曾经在世界银行集团的驻华机构 担任过高级职务 可能那个时候学会了普通话 他今天是受邀代表联合国秘书处进行情况简报 这里主要指的是俄军队哈尔科夫的轰炸和袭击 对民用设施造成了损害 我们说过国际人道法规定 民用设施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 那一般来讲如果真炸了 有几种解释路径 一个是误炸就是不小心的 一个是附带损害 就是主要为了炸隔壁的军事设施 民用设施离太近躺枪了 还有一种就是这本质上是军事设施 只是比如伪装成了民用设施 我稍微看了一下 俄罗斯官方似乎也没有对此做明确的解释 这里给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 切了两个镜头 乌克兰代表在刷手机 俄罗斯代表在作笔记 我们在巴以问题上也讲过 假设A国对B国正在进行合法的自卫反击 那么A国对B国平民或民用设施的攻击 是否可以被合法化 答案很简单 不行 因此即使乌克兰可能可以被认定为在行驶自卫权 武力的行驶也仅限于军事目标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为了防止越来越激烈的对平民的互相报复 让战争的残酷性螺旋式上升 乌克兰一直以来是重要农业出口国 黑海股倡议完蛋后 大家一直担心出现全球粮食危机 中国一直也是支持维持国际粮价稳定的 在乌克兰的需要在乌克兰的情况下 一直在乌克兰的 更多14.6万人 近乌克兰的百分之一 需要某种种类的助手 我们非常感谢 各位父老乡亲们请打钱 中国实际上也给乌克兰提供了好几批人道主于援助 当然援助的主体还是欧洲国家 美国还有日本这些 8.5亿美元听起来很多 其实也还好 因为这都是人道主义援助 军事援助这颗打不住 美国大几百亿军员都花出去了 5月份的轮值主席是莫桑比克估计到月底不想掺和 这个会留到了6月来开 俄国当局继续违反国际人道法攻击平民平民基础设施 这构成了战争罪 法国谴责这些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我们支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我们继续给政治军事 人道主义的支持 给乌克兰帮助其行使 其合法滋味的权利 我们会继续呼吁俄罗斯撤出 从俄罗斯的 从乌克兰的领土撤出其军队 这个也是在 2022年3月16号国际法院的判决的要求 我们要求遵守联合国宪章 2022年3月 国际法院在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中 指示了临时措施 要求俄罗斯停止所有军事行动 当然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 管不了以色列 自然也管不了俄罗斯 这个案子 我两年前也做过解读 非常有趣 因为乌克兰当时不是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而是援引了灭种罪公约 让国际法院可以进行强制管辖 这和南非用灭种罪公约 把以色列拉到被告席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甚至觉得 南非可能受到了乌克兰的启发 美国的立场没什么好说的 在巴以问题上受到气 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回场子 感觉欧洲小伙伴又围在自己身边了 没有反水的日子 十分幸福 但今天估计因为没有决议 主要是嘴炮 像法国美国包括后面中俄 都派的是副代表 对这场会不太重视 每次当这个计划遇到讨论区域 我们听到一个市场变成熟 我们继续收到报告 提出发表简直到 很多的指数中的称制 包括女人和孩子 激动的攻击 在颗养技能上 都被尽快在黑暗中 近期, 在军队的攻击上学和医学 持续的战争很可能会带来更持续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经济发展 一代人的教育 许多报告显示乌克兰儿童面临毁灭性的心理健康危机 这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在加沙 我们说儿童面临的是毁灭性的物理健康危机 但这不代表心理健康就不重要 绝大多数国家不会认可俄罗斯改变既有边界的行为 所以如果它推不过去 你打不回来 有可能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会变成北塞布路斯模式 当年土耳其军事占领塞布路斯部分领土 并且在当地建立北塞布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现在都50年了 还没解决呢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欧洲目前唯一的任务点 就是塞布路斯 美能要花掉接近6000万美元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 安理会除了俄罗斯主要分成两种基础态度 一种是完全站在乌克兰一方 指责俄罗斯违反国企法 主要是欧美国家及日韩 另一种是俄乌兜点道 关注双方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破坏 呼吁政治解决 这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 很多非中 非洲国家的粮食供给非常脆弱 因此对俄乌冲突的缓和有很强的期待 非洲国家不太希望得罪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也是化肥和粮食的重要出口国 非盟在俄乌问题上的表态也比较中立 或者说含糊 因为各国的态度差异也很大 大多数非洲国家表态支持俄罗斯撤军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反对谴责俄罗斯 或把俄罗斯的行为定性为侵略 所以非盟基本也是霍西尼 反正也不指望有谁在这个问题上 真的会听非盟的话 我们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理性克制 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避免袭击贫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同时呼吁当事方尽快恢复对话接触 实现停火指战 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和许多发展国家 是比较类似的 相对比较中立 有人说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 对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 至少官方从未有过如此表述 你说放在一个立场坐标轴上和美国相比 那我们肯定比美国要更接近俄罗斯的立场 但你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中国也没有说呐喊助威 我们只是拒绝参与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正常跟俄罗斯做生意 我们也和乌克兰做生意 当然美俄都想把中国拖下水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参与者 自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出积极努力 不久前 中国外长王毅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 阿莫林在北京举行会谈 双方共同发表了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这是中国最新的乌克兰危机政策表述 拿六点 局势降温 对话谈判 保护平民 别人大炮仗 别打核电站 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这确实不是终极方案 但是是一个很现实和很基础的方案 也是目前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目前有超过20个国家已经表态支持 也是发展中国家给出的一个 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答卷 乌克兰第一副外长刚刚结束访华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也向乌方详尽介绍了六点共识 六月五日聊的 你看这个通告 中乌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传统友谊 加强合作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不都是套话吗 你可以翻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通告怎么说的 保持对话 管控分歧 我们和乌克兰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也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 至于你说 中国合法卖给俄罗斯的物资 会不会用于战争 那我们倒是要聊一聊 你美国农白大眼呢 还在给俄罗斯卖武器零件呢 斯洛文亚的立场本身没什么好说的 但这位代表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国际人道法问题 对关键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 根据美军自己的战争法手册 发电站或者说通讯设施 有时候会被归入军民两用设施 但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 一个设施要么可以作为军事目标 要么不可以作为军事目标 客观上很难区分纯民用的发电站和军用的发电站 一个兵工厂接入了民用电网 这个电网是否能被视为军用呢 在国际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民用基础设施确实被部分用于军事需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在判断是否应该攻击此类基础设施时 必须根据比例性原则考虑军事收益 和对平民造成的附带损害的比例是否妥当 否则以色列袭击加沙的电力设施 可以说哈马斯也在充电 袭击加沙供水设施 可以说哈马斯也喝水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至于中国的态度 目前是很明确的 各方要避免袭击民用基础设施 一天有50个平民伤亡 不可能算附带损害 那加杀每天300的死亡人数 不知道该怎么算 当然我没有说斯洛文尼亚双标的意思 斯洛文尼亚不久前 刚刚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这也是对以色列施压的一部分 Colleagues We cannot say it enough times Russia who used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to opine on and to sit in judgment on other countries on this council's agenda are as we speak bombing Ukrainia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ith no regard for civilian life in an illegal war of aggression and in defiance of the UN charter 有人之前问我 为啥各国代表都喜欢说Colleagues 同事 首先这是个英语问题 这个词可以指代共事的人 不一定非点人一伙的 其次确实从理论上说 联合国是各国代表 一起共同努力实现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地方 大家都是同事 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 大家早就知道西方代表团召集联合国安理会的乌克兰的会议的目的 是要去通过一个动议 毫无疑问 他们完全不关心乌克兰当地的人道局势 他们完全不关心在这个国家平民的苦痛 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 他们完全不关注世界上的任何人民 对于美国欧洲来说 乌克兰的作战并不是为了乌克兰 而是为所有的领导人 为了进一步推崇自己的地缘政治的议程 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 就是加沙的人道灾难 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开了很多的公开会 西方代表团有没有提出要开这些会 但是在当地的死亡的人数 已经早就已经超出了三万多 那些人他们单纯关注本国的国内的政治议程 所以我们西方同事完全不关心加沙 但是加沙已经被夷为平地 而这是对他们来说不辩解的问题 这种双重标准是可指的 双标是联合国的特色不得不品尝 所以我一直说巴以冲突对俄罗斯外交官来说 绝对是大大的福气 凡是开乌克兰批读大会 俄罗斯的人就可以说 你看看加沙那不惨多了 反过来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受气被批读的时候 也整天把乌克兰拉出来当挡箭牌 西方国家给乌克兰越来越多的武器 难道他们真的是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困境吗 不是这样 他们并不是希望实现和平的希望 他们的目的是要让基辅 让当地的人民走上战场 来进一步的吞宠西方所有支持的地缘政治的议程 最近美国和一些盟国松口 允许乌克兰利用外国援助的武器装备 进攻临近战区的俄罗斯本土目标 这也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今天我们听到了更多的西方涅造的谎言 说俄国什么把饥饿武器化 还有寒冷冬季要来 还有学校医院被毁 乌克兰的战俘也被攻击 他们提到这些不是因为这是事实 而是因为你们都非常清楚 对于战俘的折磨是谁干的 德尼斯克、罗汉斯克以解放的地区 还有扎普罗洛、哈尔森等地 已经得到了158000吨的食物援助 还有4000多人道主义研究项目在进行 俄罗斯也是坚决否认 对自己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指控 并且认为乌克兰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很多人之前问怎么判断呢 对平民的袭击到底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还是故意不小心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国际刑事司法审判 包括东京审判 包括前南法庭 有很多详尽的法庭文件 简单地说呀 现代战争不是拿个炮战 随便找个地方放 而是有命令、有计划、有指挥层级 有战略和战术部署的 层层指挥必然是会工作留恒的 你的参谋部怎么遮定的计划 怎么判断的军事收益 有没有考虑平民附带损害 谁签字的 谁下的令 有人可能会说 我是指挥官 干坏事肯定不签字 你不下命令 谁敢给你背了个黑锅 总不能坏事全是下面的人自己干的 就算坏事全是下面的人干的 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你自己是不是要负管理上的责任 当然很多时候 这都是事后拉清单 有罪不罚 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案例 比比皆是 但还要提一点 战争罪行的审理 不一定是战胜国 审判战败国 也可能是国际法庭审理双方 甚至是各方处理本国的战争罪行 比如说 中国军人 假如违反了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 自然会上我国的军事法庭 实际上强军建设 既包括武器装备的增强 也包括人员素质的提升 所以说 中国军队对于武装冲突法 绝不会漠视它 排斥它 相反的 必然真诚的欢迎它 最好的旅行它 有时候我看到弹幕和评论说 打赢了就是赢 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 遵守国际人道法 是自负手脚 有些军队可能这样想 但解放军绝非如此 实际上 遵守国际人道法 绝对不是所谓的圣母心 而是一支 现代化人民军队的 必然要求 虽然有很严重的局势 我想强调两个积极的进展 首先 在五月末 进行了战俘交换 在将近四个月里面的 第一次这种 交换战俘 第二 我们欢迎乌克兰儿童 重新回归家庭 这些例子展现出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外交和人道主义的行动 能够带来 决定的通过 以及平民实在在的 情况的改进 今年二月 双方在阿联酋的斡旋下 交换了一批战俘 最近又交换了一批 所以确实 为什么说不杀战俘 有现实价值 毕竟大家互有战俘 把自己人换回来 有什么不好呢 日本在最强烈的条件 南韩国的购买 和俄罗斯的购买 和俄罗斯的用战俘 对俄罗斯的用战俘 我们上期俄乌聊过 朝鲜和俄罗斯 都否认了双方 进行倒带贸易的指控 最近安理会选举结束 日本明年就走了 要把巴基斯坦换上来 强调各方 关注平民 我们讲过了 第三世界的常规立场 Thank you Mr. President I apologize for taking the floor again but I need to respond to some remarks that were made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 has for the last eight months used and hidden behind the tragic situation in Gaza to make it highly disingenuous while continuing to massacre civilians in Ukraine and to destroy its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let me just be very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le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ntinue this hypocrisy in the council without a response so let me simply say that Russia can continue to run from its crimes in Ukraine but it cannot hid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for its crimes in Ukraine 美国行使回应权 俄罗斯自然是不甘示弱 也进行回应 我想要借此机会来回应 美国代表确实 我们没有机会去强加制裁 或者是威胁使用制裁 国际官员如果他们胆敢 指责我们做错了什么 当然美国其实是非常 崇明昭著的 就是如果是要调查 美国的战犯的话 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 威胁和制裁作为手段 美国国会最近通过法案 要求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 这不是给内塔尼亚胡 发逮捕令了吗 但拜登暂时还没签署 这项法案 毕竟特朗普当年 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还是拜登政府解除的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 给普京发逮捕令的时候 拜登政府可是摇旗呐喊 说这可太公正了 现在轮到以色列就180度掉头 未免有些滑稽 当然俄罗斯代表 说自己没有威胁 制裁国际官员 也可能有待商榷 毕竟俄罗斯之前 也给国际刑事法院的人 发了逮捕令 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打后 一直否认俄罗斯 继承苏联武偿席位的效力 当然这种否认 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 我们已经提供官员的眼睛 提供的意见 一个事情的名字确实是很关键的要素 正如我所说这就是一个互相指责对方为大脆的时代 俄罗斯的副代表应该在乌克兰代表说话的时候已经先走了 留下了一个小弟 我们再次重新的支持 中俄都不打算参加瑞士峰会 瑞士峰会可能更多是欧美集团的自娱自乐 我们不参加的原因 根据官方口径是不满足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 这三个重要条件 我们不参与也不代表觉得这个会议不应该召开 这就叫中方是否参会 完全基于自身对会议的判断 你们聊你们的 我自有安排 欧盟代表发言之后 会议也就顺势结束 接下来是私货时间 俄乌和巴以一样 由于设计一个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实际上无法真正发挥解决问题的作用 更多的是外交战政治战的舞台 目前双方局势胶着 两边仍然在往战争的天皮上放砝码 但大家心里也都在想 后事该如何处理 即使维持目前的战争烈度 也不可能无限期打下去 但迅速用自己希望的方式结束战争 俄罗斯没这个能力 美国没这个能力 乌克兰更没这个能力 来一回拉锯 更多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 先占一个好位置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